小姐,你好啊 過來問… 你好… 小姐… 嘘… 是 不是,我想問這個,是不是那個… 是呀 記憶 我們為什麼會記起? 我們為什麼記起呢? 大家嘗試看起,閉上眼睛 你們上星期的下午1點鐘 我們一起回去以前回憶一下 我們回去一個不是很久之前的時間點 第一 平時我們演員做的功課就是去鑽研一個劇本 劇作家已經寫好了 那你就去鑽研裡面的角色 劇作家想些什麼,想表達些什麼 今次最不同的是 故事想說些什麼 完全是我們所有人一起去決定的 還有 說話很多時候都是我們自己的感受 所以比較貼身 還有 說的話題都跟自己 和香港自己住的地方都很有關係 跟以前的排戲來說 以前我排過兩套戲 都是一般大家進入排練室的時候 就準備好自己的功課 那這次排練不同的是 你不知道可以準備什麼功課 於是你要準備更多的功課 然後你也要期待 還有你要衡量一下 你自己做的功課是否可行的 我自己覺得最不同 真的很多事情都不可以去準備 很多事情都是即時的 一來到你就要究竟你要怎麼應付 或者怎樣去協助他們去創作 而我覺得這個秀最難忘的地方 就是它不只是一個 只是導演和演員的設計 其實在後台他們 都是一個設計的創作 他們可以想一些 舞台上的效果 他們想呈現的 可以推薦給導演 最大的分別 其中一個就是 背後團隊的支持 有很多 可以說是 今次在這個製作中 其實是很幸福的 因為它給了很多資源 很多位置給我們試 然後可能是 假設我今次試這件事的話 基本上下午就已經會有 這件事出現 那些東西就會很 很穩定 可能以前的製作 就會是 後台東西做回後台東西 但今次就是後台東西 但又可以配合前台的東西 那這個cross over 其實都挺特別的 為何我要是你的出口 你想不想要我爸爸 Astraค 有一個 其實也是講完 現在的 顯示數量超高的 說你講完到你講 我未看到一個時刻 是他們那組講完他們的故事 到他們那組的故事 我這次不太看到這組想講的故事 所以《Divising》這件事不是很新鮮的事 在世界劇場來說 是很幾十年的事 香港來說也不是新鮮事 但這次的目的我們很清楚 就是製作過程 我們對每一組別的人 前台後台不同的崗位 怎樣可以將我們做的事 更加多的理解 去一個或者不同的理解 去再找多點創造精神出來 最大的分別是 我們作為演員是需要很大的進入 一開始的策劃籌備 到現在的一些執行排練 很多事大家都在未知數裏面 每個人都是摸著石頭去過這條河 怎樣在這條河上 大家可以生存下去 應該就是最大的難題 這條河上的聲音 是否是另一種聲音 對你來說是甚麼 其實在那裡就是一個器材 不同的部分衝擊你的時候 你再去做一個意義 我和他的關係 而那些就會產生一些很不同 很魔法的東西 排這個戲好像打遊戲打大哥 每一天都是有一個新的大哥 你不是說我拿著劇本 然後我了解他背後寫甚麼 然後我放進去演演到很自然 當然也不容易 但是這次這樣排 他更加難的地方是 我要把它變回香港 不只是改一些街道名 而是香港觀眾聽下去 就會馬上有感覺 會明白的東西 我覺得搞盡老汁正正是 那個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要每一天都去 好像我們本身已經有一篇小說 然後我們要改寫這個小說 但是我們改寫呢 其實是令到這個小說 更加能夠講到 在我們這個環境下發生的人 他裡面那個心理 特別是我們現在的戲想說的 一個找家的心理 這個感覺 可以繼續去小龍 過了一場就排到這場 這個戲是 所有東西都是 好像不斷累積 然後再改 不斷累積再改 不斷累積再改 而每一晚都是 今天是這樣的 OK 來吧 來吧 就是只有來吧 這個選擇 因為你不來的時候 你就沒有了 你就不知道站在那裡做什麼了 在短時間之內 其實我們要馬上做好劇本大綱 然後不斷地去改 每天其實都在改很多東西 所以其實有很多東西 我們需要記錄和記錄 還有記錄 還有這次這個製作 其實 加入的人數實在太龐大了 龐大到我們 真的有很多台前幕後的同學仔 還有所有的設計師 一起合作才能做到這件事 沒有試過一個這麼大的公司 一起運作 所以在大家的溝通 或者互相的聯繫 要配合的東西 實在太多 所以其實 為什麼這次這部電影有兩個A2D 我都了解到 原來是真的可以這樣製作的 其實這個表演的很多元素 我都覺得很有趣 例如今次會用很多 複製的東西 例如會有大型的影響 會有鏡頭 長期拍攝 有很多光影的對比 這些全部都是用來放大 記憶的世界 或者記憶是多麼支離破碎 或者很散亂的 這些全部都可以用 這些多媒體的東西去呈現 我覺得是 對比起平時排戲 有這些在台上出現 是給了很多刺激 和很多新的感覺我去反應 睡著等於死亡 她就這樣躺在山頂上 看著月光 我會明白我媽媽 有時候說很多話 她以前是挺辛苦的 但是 我會理解 我也會知道她很辛苦 但是就是 我理解完她之後 她會理解到我 我爸爸給了我的感覺 就是我爸爸原來 她很多事都跟媽媽說 現在變成我 是她唯一一棵樹 我覺得排這套戲 和之前排的戲 最大分別就是 首先 劇本種類很不同 之前的劇本 已經有一個完整性在 你是需要去做一些其他功課 一些背景 然後去演 一些角色分析 但這個很不同 是有一個劇本 然後我們要改了一個 變成香港 contest 之餘 改了一些內容 是想起自己 或者現在的一些 更加關切到自己的一些東西 這套戲裡面 我覺得最難忘的 其實就是開頭 那幾個星期 開頭幾個星期 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 開始之前 頭三個星期 我記得有一天 我們需要 好像被人鄰階症 鄰階症 鄰階症 怎樣叫鄰階症 就是 因為他們有十八個故事 由十八個故事 變成九個故事 六個故事 將它分為不同的組別 我們加上 Ati老師 我和 Christmas 三個就要幫忙 看 每一組 應該有什麼可以改善 改進 然後下午就要表演出來 每人可能只有十分鐘 十多分鐘的時間 就跟他們做一個部分 我覺得這對AtoD的挑戰 其實挺大 你以前有沒有試過這樣的事情 以前排戲沒有這些情況出現過 因為在極小情況下 要出動到AtoD去處理這些藝術上的事情 這次是一個很寶貴的經歷 很少機會 真的可以讓我們在School的製作中參與 也不要說怎樣教練演員 但至少跟他們一起合作 一起去生產一些東西 再給導演看的感覺 是很開心 感張刺激 我會覺得 這次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出去拍攝 我覺得是一個挺有趣的嘗試 因為我一開始會想 為什麼我要出去拍攝 因為我自己不是設計師 又不是拍攝影片 拍照 所以無緣無故要我做這樣的任務 是有一點吃力的 但發覺原來 在找的過程裡面 我們真的忘記了很多關於以前香港的事情 原來很多事情都找不回 譬如我打算去找騰騰鑽 但原來香港十八區的公園都沒有了 然後開始會去一些 之前沒什麼去過的地方 又或者是平時走的時候 原來有一些很微細的東西 我們每天都會看到 但我們從來都沒有著意過 反而通過我們出去拍攝的時候 用我們的鏡頭 反而捕捉到那些這樣的精美 我覺得這件事是挺有意義的 還有一次我很深刻 是去了一個螺旋型的公屋 是香港唯一圓形的公屋 那個位置又是很緊張刺激 因為我是踏捉在別人的住宅 我很怕被人趕走 有一種偷拍 但又覺得 原來我不找出來 原來我不去看這件事 原來我在香港都住了這麼久 都不知道有這件事的經驗 沒錯 用赤裸 還有用一個密集的方法 當時只是講了這兩個元素 我們就用了一些動作 用了一些真的赤裸的手法去 探索了不同 怎樣去講一些我們想講的一些家的故事 那時候我們是把幾個同學的 關於自己父母的起源 還有祖先的關係的故事 把它串埋變成一個新的獨立的片段 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覺得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發生 就是當我們四個同學坐在一起談的時候 談一談發覺他家裏和我家裏 還有另外兩個同學的家裏 明明大家是不同地方來 或者父母 或者爺爺 爺爺 情況是有不同的 但我們談一談的時候 覺得好像 其實我們是同一個人 我們在經歷同一樣的事情 我 我 我 不走了 快點讓弟弟走了 你會進行嗎 不是不能變的 我去湖南 拿給我們搶手的東西 總是有飯吃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到現在這個階段 最深刻我會覺得是 有兩個的 一個就是 近這兩個星期 我們一直不斷去 創作這個製作的過程 有形體的老師 帶著我們很多個十幾個演員 一起去製作一些不同的部分 是 本身 火車 我以為會是很 大家還是排排坐的 或者做了什麼 但原來是可以 在撞車的時候 又是有一些形體 去代表了 這些過程 我也覺得很 很特別 因為一來是老師給我們一個方法 然後另一邊 另一方面 就是我們自己去 就這個方法去進行創作 但我覺得很開心的是 我們會有一段時間 是整班女生 甚至只有我們三個 一起專注去研究 去整理一條線 它的背景 所有事情 大家一起清晰整個路線 真的很開心 嘩 終於有些東西可以捉到 我可以從這個方向去 原來是這樣的 一起進行的這件事 都真的很好 因為我們很難 將一個本身的創作出來的劇本 在一個創作的劇本 再創作 沒錯 本身的架構很歐洲 他們有種獨特的歷史背景 他們的地域文化 地理的東西 可以他們這樣做的本 但我們本身 中國沒有這樣的背景 那你變成了 那個過程是 爆爆頭的 這樣的感覺 歷史 這個歷史人 這個Alice 就是歷史人 我這個Alice 就是零歷史人 所以我吸收了很多 她基本上是三個不同階段 然後我是由零的歷史底 去到 原來我終於知道 那篇在我腦裡缺失的歷史 是甚麼 會做很多研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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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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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быстро